最近英国BBC制作了个纪录片 僵属的是中美洲多名女家的一个村落 因为基因遗传的关系 每90个女童当中会有一人 在12岁进入到青春期时 长出男性生殖器官 类似俗称的阴阳人 也因为社会大众对阴阳人的不了解 常带有促误的偏见 台湾一位性学博士 52岁的邱爱芝 她在懵懵懂懂六岁时 被父母决定当女生 但到了青春期 她非但没有长出胸部 凌月经也没有 反倒长了猴杰和胡子 邱爱芝历经自我认同的痛苦纠结 她是如何走出来 甚至成为台湾第一个 公开现身的阴阳人呢 带你来看邱爱芝的故事 我的确有一点不难不理 我留长头发呢 也有一点男生的样子 说我那时候阴阳怪气 困难不理阴阳怪气 这是社会大众对她的第一印象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些 社会前很讨厌 果然去面临这样的问题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对一般人来说 再简单不过的性别问题 却困扰了邱爱芝三十几年 这次父母帮她取了一个 非常女性化的名字 即使身份证上的性别是女性 还收发解决大家的疑惑 就连她自己都怀疑自己 想要问但是呢 她们就是很痛苦说不出来 我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我没有机会跟她 讲太多话 妈妈都是伤心的 显现的就是一种 痛苦跟无助跟无奈 然后还有就是罪恶感 就是很愧疚啦 仿佛一个竞技班 父母绝口不提 但是从邱爱芝有机以来 她就玩洋娃娃穿小洋装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 上了国中后全都变了掉 我就没有像一般的女生 在青春期的时候 有这个胸部的发育 第二性征都没有出现嘛 那我的月薪也没有来 到现在也没有来 原以为自己只是发育迟缓 耐心等待 但更怪的是 她的骨架越来越粗犷 身高却停滞在144公分 我小三就这么高了 所以就没有再长大了 我就是感觉自己怪怪的嘛 所以我要求要去看医生嘛 后来真的就打针了 打什么我也不知道 想不到每个礼拜打一针 还是每个月打一针 反正就是有定期的打针了 但是没有任何现象出现 没有什么变化 努力了好长一段时间 该来的女性第二性征还是没来 反倒是不该来的偏偏找上门 胡子来了 猴杰来了 这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男生的 荷蒙的关系 它就是肌肉自然 自然就是有长肌肉 这样我也没有练了 真的 我就变成小壮壮这样子 所以穿衣服就很好笑 有时候穿那个女装 看起来就很奇怪 那时的邱爱芝百般无奈 明明就是个女孩 却常被同学嘲笑 像个怪物般男扮女装 17岁那一年 在她穷追不舍得逼问下 终于揭开了惊人的小秘密 我爸才会给我那个病历 可是那时候我就看不懂了 我的病历是英文写的嘛 你看这都是手写的 这是要怎么看 有看到雌雄同体这个字 那就是已经够... 已经够惊吓了 就不想再知道更多了 如此可怕的答案 让邱爱芝无法相信 自己好像真的是怪物一样 让人恐惧 他赶紧把病历压在箱子底下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不想活 我觉得自己很不一样 绝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我高中同学他跟我说他还记得 我小时候没说 我只想要活到25岁 对未来感到绝望 身体抑郁常人 无法生孩子 没有勇气面对一切的他 宁愿选择蒙在鼓里继续生活 我到大学的时候还是平胸 当我就穿T恤 我也还是不穿 没有穿过胸罩 因为我没有胸干嘛罩 我姐姐曾经有说 不然你要不要 就那个啊 装一点什么在里面 我就想说我干嘛要装 很奇怪我不想 所以这个就会一直产生问题 因为大家就看 都是女生啊 都是看这个胸部 不然又看头发 我整个五年的大学的生活 都在留头发 都超过屁股这么长 可能留太长了也吓到了 就是这样 诙谐以笑致志的性格 让她在辅仁大学的生活 安然过关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 英文女秘书 是让她面临外表呈现的难题 第一天去应征 有穿一个短裙去 后来我就再也没穿过 然后又没有穿这个洋装 穿裙子 又没有穿高跟鞋 反正这些都得到关注 我就觉得很难 后来我的同事就真的帮忙我 有一天就把我装去 会一室化妆 好可怕 化出来我都觉得吓死了 后来我就觉得不行 我受不了 我那时候真的快快 应该忧郁症 那时候 性别的刻板印象 职场上的种种要求 都让区外之痛苦至极 短短一年举双手投降 她干脆在家接案 以翻译尾声 你去厕所也是有问题 也是会吓到人 干脆就问人家 然后到底厕所在哪里呢 他给我吃什么 我就去哪一个 两边都可以通吃了吧 至少有人给我 对不对 挂波紧的 不然上厕所也是挺麻烦的事情 只要一出门 毕竟招来异样眼光 所以却爱之喜欢天天宅在家 就连买衣服也有他的小佩帽 市场啊 应该是我昨天买的裤子 六条短裤 一次 然后都是一个样子 但不一样颜色 你看我的衬衫 这个也都是一次买的 刚讲到 邱爱之走过学生时期的 性别认同纠结 也在毕业之后 尝试当个英文女秘书 但都被外界以不男不女的 一样眼光来看待 她终于找到自在的生活方式 就是在家接翻译工作 后来再一次一工活动 邱爱之也找到初恋了 但十年后 对方提出分手 五个字的理由 让邱爱之差点活不下去 也牵扯出她内心最深沉的痛楚 艾美是人的天性 邱爱之也不例外 一次的义工活动中 她找到了自己的初恋 两人相恋了十年 但最后女友不但背叛了她 还给她致命的一击 终于在女同志圈找到了一个伴侣 好像找到了一个安生立命之处 最后还是被怎么样 就是说太像男生了又被踢回去 那这样子我 我是要走到哪里去呢 39岁那一年 却还只找不到永生之地 因为这样的分手理由 等于直接踩到她的地雷 瞬间引爆 失恋的痛苦 让她对自己的生命有了觉醒 她决定重新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正是身体的秘密 说老天爷给我安排好 去读英文戏嘛 所以我长大了可以看英文了 临床诊断有没有 是从这个字 这个就看出来了 意思就是假性阴阳人的意思 那现在基本上 她不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做定义 她是全部把它归类成性发展障碍 正常我们是要发展成男生或者是女生 可是因为某些因素造成 不管是外因性或内因性基因的突变 那造成她的发展过程中有障碍 所以她等于说她就变成是 不是完全男生或完全女生 甚至是有两性的外观 我的病例里面写说 刚出生的时候就是 是一个健康宝宝 只是就是说 有这个外生子气模糊的现象 六岁的时候才做这个呼叹查 然后看看内生子气是偏男还是偏美 然后才做了这个所谓的大因地的切除 六岁那一年 柴海志就进行了两种手术 因为父母听从医生的建议 选择让她当个女孩 但谁也没料到 后来的她变得如此男性化 现在被这样子切了之后 的确有一些遗憾 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可以正常生活 早不早就办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明诊断的状况下 去贸然去把她做决定 我万一做了错误的选择 这样其实对孩子小孩的一生 其实是有不良的影响 柴海志唯一的遗憾 就是她无法保有完整的身体 但是她并不怨恨自己的父母 爸妈会跟我对不起的 那我觉得我现在想起这个事情 我会觉得太伤心了 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没有什么错 我们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只是 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在那个年代 阴阳人仿佛被冠上不祥的罪名 所以爱之的父母 一生都活在自责愧疚当中 很多都是迷信 像这种什么上辈子做什么坏事 或是说什么我们这是什么 这个扫把心什么地狱里面来的人 对不起我还没有经历过地狱 如果有的话就是大家 这些误解就带给我们的 就造成我们的当下的地狱 为了导致这些故事的迷信 却爱之在念生命研究所时 不但把自己的生命故事 写成硕士论文 他也是亚洲第一个 公开现身的阴阳人 我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小孩 所以我真的太幸运了 这个爱不应该只是留在我这里 我觉得它应该被传递出去 我是2015年的时候去 就是受联合国之邀 代表亚洲去 就是分享我们 就是在亚洲的这个营养人 七年前 车只在消防的百万竹梦计划赞助下 远赴美国 造访国际营养人组织 几乎每一个人都问我 说你没有想过自杀吗 大家全都是这样想法的 所以后来找到我之后 自杀就不再是一个 这么巨大的选项了 因为有伴 有同伴 有同路人 甚至还找到了伴侣 所以人生还是有希望在 52岁的邱爱芝 目前专攻人类性学所博士班 她说这一路上 她摸索了二十几年 总算学会自我接纳 现在的她要用行动证明 每一个人都值得爱与被爱 我们从真实故事中 借网之来 继续人生经验 我是张老婷 我们下周见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